四年級 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整齒分數 第二個是假分數、代分數、真分數的給名字 還有假代互換 對不對 那這兩個是最主要的 還有沒有什麼 大概就是這兩個吧 那四年級有沒有教小數數線跟分數數線 應該有喔 有 怎麼會沒有 有教數線 那我們來跟老師先談一下怎麼教數線 有分數數線吧 小數數線幾年級 三個 那各位你們老師們 你們地方在教學的時候 你認為學生的數線熟不熟 小數數線會不會很清楚 還是還好 我簡單的跟老師們講一下數線 我們先簡單來講數線 各位喜歡白的這個表示方法還是黃的 我先問老師們 我們用尺去量是量長度嗎 還是量距離 很簡單嘛 你用尺去量的時候對不對 你用尺去量 當你用尺去量的時候 你會怎麼量 你會看 一個一公分 兩個一公分 三個四個 五個一公分 碎數五公分 還是看到刻度0跟5 碎數五公分 你教的是哪一種 如果你看到的是刻度0跟刻度5 有沒有看到中間 不管吧 所以尺是距離的改革 你量的是這兩點的距離 但是我是建議 你在量距離之前先教什麼 一個一公分 兩個一公分 三個一公分 去點數那個才是 單位長度的基本概念 一個一公分 兩個一公分 三個一公分 這樣OK了 那我沒有什麼意見 然後再來 你覺得 你已經看到這個 這個五會想到什麼 刻度五 看到這個五會想到什麼 你會想到第六個刻度 五還是到0的距離是五 會不會跟學生講 他要到0的距離是五 如果不講到0的距離是五 那這整個數件是沒有用的 我為什麼要上面寫很多一 就是他每段長度都是什麼 都是一 如果這個老師會 他怎麼教五分之一的分數數線 怎麼教 這裡是0 這裡是1 這裡是2 怎麼教五分之一分數線 今天小數件一樣 怎麼教五分之一分數數線 課本大概就是直接刻度化了 就叫他讀了吧 對不對 那怎麼教五分之一 第一個 我先跟小朋友講 這段距離是幾 1 我把1平分成五分 其中的每一份是五分之一 所以我在這邊講 每一份長度都是五分之一 怎麼回事 那1到0就代表這段距離是1 所以這一點代表什麼 這一點跟0的距離是 所以這是五分之一 5分之2 距離5分之3 5分之4 然後1也可以說是5分之5 然後這裡一樣也可以分成五分 每一份都是5分之1 那這樣子的話呢 整個分數數線解決了沒有 解決了吧 所以分數數線最重要的是強調什麼 每一段都是5分之1 還有他跟誰的距離 0 0的距離 那0.1也是一樣 0.1就是把這條線分幾分 10分 每一份都0.1嘛 這樣子建立數線的話 寫成就應該很清楚 那在至於這裡的話 平常你們會寫5分之6還是1又5分之1 1又5分之1 所有的詞大概都會寫這個嗎 對我來講是沒有差 因為5分6跟1又5分之1是一樣的 那一般來講 詞是不會寫這些 他只會寫什麼 大刻度 為什麼秤很難 秤的暴徒刻度很難 有沒有 為什麼 我舉個例子 這個懂了 如果這是一個3公斤的秤 一般來講3公斤的秤 只會寫哪幾個刻度 這裡會不會寫1公斤 然後這裡會寫2公斤 這裡會寫500克 然後這裡會有大刻度 還有什麼 小刻度 有沒有 所以這個秤有多少刻度 幾種 三種 然後都沒有 那怎麼叫 其實跟剛才講 它也是束線的觀念 只是原來束線是拉直 它是完的 所以你要把3公斤 其實也是0公斤 這個沒有問題吧 所以0公斤到500公克 你要看 這裡一共有幾個刻度 三個 所以我先帶學生暴徒 500公克 1000公克 1500 2000 2500 3000 先暴讀這一個 有沒有問題 大刻度 然後再暴讀中刻度 那中刻度的話呢 你要不要最好把上面寫上去 你會發現學生看到 這次500克 被分成幾份 5份 所以每一份是100 所以這裡是100 200 300 400 500 這樣子 然後如果說 它指向這裡呢 如果說指向這裡 那要怎麼暴讀 剛開始先搬小朋友 500 1000 1500 2000 2100 2100 51 最好先從頭暴讀 然後學生最好可以從這裡開始暴讀 那這樣子 解決跟數線有沒有很像 這就是數線嘛 那至於這個是50的你要不要全部寫出來 就自己看 學生不會的是因為它有幾個刻度 三個 還有一個更難的 壞人才會考的 就是分針轉一分鐘要多久 指針轉一大格要多久 秒針轉一小格要多久 有沒有知道鬼聽我 學生會不會封掉 那這個您怎麼叫 這一個反而比較簡單 因為它其實 我在講它就是一個 數線的建立 有剛剛那個概念就解決了 萬一不會的話 彎的先怎麼樣 拉紙只要彎就好 最常見的題目就是 分針一大折 轉一大格轉多久 秒針一大折轉多久 時針一大折轉多久 對不對 那平常老師怎麼講 我先問第一個問題 時鐘有幾種刻度 時鐘上面有幾個刻度 我們老師都會說有一大折還有什麼 一小折對不對 其實我們漏掉還有一個 其實我們都漏掉一圈 真正很多都要從哪一開始 一圈 我們都漏掉一圈吧 然後呢 一大折是把一圈分成十二份 一小折就是把一圈分成六十份 一大折分成五份 那我們先來看 時針 你認為這三個先教哪一個比較簡單 一圈呢還是一大折還是一小折 一大 那我沒有一線 那我再問 分針呢 一圈 秒針呢 這兩個我保證你不會先叫一大折 你會先轉什麼 一圈 所以我建議都先轉一圈 三個一次 那時針轉一圈呢 是幾小時 十二小時 所以轉一大折 一小時 一小折 五分之一 一小時 就不難了吧 你只要抓到什麼就簡單了 一圈嘛 十針你從一大折我也沒有意見 因為一小時是轉一大折 但是分針你一定要從哪裡來 一圈 一圈嘛 分針轉一圈多久 六十分鐘嘛 那一大折呢 二分 幾分鐘 五分鐘 一小折 一分鐘 那秒針呢 一圈一分鐘 一圈是 看他問什麼嘛 六十秒 五秒 一秒 如果要問分鐘再把它轉 所以重點是一圈還是一大折 一圈 一圈嘛 因為我看每個大折都從一大折交啊 學生分針熟的是一圈還是一大折 一圈 一圈嘛 所以十針你從一大折沒有一圈 從一圈是更方便 它其實也是束縣嘛 就一圈再分 因為這個東西我跟老師的報告 按照TASA 那個 跟測驗跟限制檢測來講 這種屏幕打的率高不高 都不超過 然後 幾乎大概只有五成 只要是問旋轉的題目 分針五分鐘轉幾度 那就更糟 扯到肚就更糟糕了 這樣講完清楚了吧 那甲帶護患我暫時講過了 那我們簡單再複習一次 甲分數跟帶分數的互換 第一個我建議老師們在教甲帶護患的時候 第一個我建議老師們在教甲帶護患的時候 第一個你可能 我們甲換帶帶換甲要當位一致 不要人格分裂 第一個你要先確定 我們先看 他換他 甲換帶重點是什麼 一定要先叫什麼 先叫1等於7分17 沒有問題 所以我右邊到左邊我用幾個方法寫 第一個我用 那也可能用第二種方法 那也可能用第二種方法 也可能用第四種 也可能用第四種 打R都是 7分23 我再問一次 老師們你們平常都叫哪一種 1、2、3、4的哪一種 第二種 第二種 這就叫做人格分裂 老師們覺得1、2種比較清楚還是3、4 1、2比較強還是3、4 這個就牽扯到 我如果說 爸爸有7分2的蘋果 媽媽有7分3的蘋果 兩個人核才有多少個蘋果 我們有兩種方法算 第一種是2加3等於5 第二種是7分2加7分3等於7分5 我們的答都是7分5 那我相信 老師們一定都叫哪一種 不叫1還是2 2吧 2有什麼好處 2的好處 第一個 題目的數字跟它是一樣的 代公式的概念嘛 然後第二個 它們 它是以1為單位 它也是以1為單位 那這個的缺點是 題目的單位跟它不一樣 然後它是以7分1為單位 它是以1為單位 那反過來 這個沒有問題吧 所以我們都會教這一種 那如果你教的是這一種 所以你就會選上面這兩種吧 有沒有比較清楚 那反過來啦 如果在1,1,2,5 如果在1,3,4,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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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那代幻甲呢 那代幻甲呢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没有观点 那请问这个是会写上面还写下面 吸假换带 你会用下面的方法还是上面 那就叫人格分裂 有没有人格分裂 因为你这边用的是什么 上面嘛 这边用的是下面 如果是学生我不疯掉才怪 所以第一个我就提醒老师们最好是先一致 那我就问这个难不难 这一个的话请问 第一个有没有问题 这个观点对象很简单嘛 就是拿七分之七换一 那这个是有估仓的概念嘛 三个七分之七不超过吧 那老师们不喜欢的是这一个 你不喜欢这一个 不喜欢 为什么 为什么不喜欢 这个 这个在台湾最大的问题是在这里 也就是说 各位接不接受 这一个 接不接受 接不接受 接受 接受 那为什么不接受 这一个 对啊 这里不是七分之 二三减七分之七 等于七分之十六 七分之十六减七分之七 等于七分之九 七分之九减七分之七 等于七分之二 那如果按照这个类比的话呢 不就是 所以第一个 所以第一个你可能要考虑到这一个 为什么我们不喜欢这个 因为我们的三年级刀 十四出来以后就把包含除消灭了吧 高年级刀 高年级有没有这种东西 没有 有七分之 高年级有这个啊 我做给各位看 高年级有这种鬼东西啊 七分之二十三 除以七分之四 等于二十三 除以四 等于四分之三 高年级有没有这个 但是高年级比较不敢记成什么 七分之二十三 除以七分之四 等于二十三 除以四 等于五于三 高年级不敢记成什么 有没有印象 你们有没有教过高年级 没有就算了 那现在问题是说 这一个其实合不合理 还是不接受 对啊 因为你如果是这样教 这个是一样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这一个其实对小朋友来讲是比较简单的 那但是我们现在老师都教哪一种 而且下面的这两种都不教 只教哪一种 只教这一种 那现在我再问一次 这一种要怎么教 老师们怎么教这一种 你也知道吗 学生会把饿弄粉嘛 嗯 这怎么教 我现在真的很害怕就是说 如果你左边用上面 那边用下面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如果是学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各位觉得咧 不一致吧 但是如果说你这 左边用下面 这里用下面 会不会很怪 很怪要怎么办 所以我的建议是 最好如果你左边用的是上面 你先教一下这种 先教最好是先教这一个方法 教完以后再教什么 再教下面 这个变一个譜比较保险 把它看成是另外一个方法 这样子的话 这两个有没有一致 就我们说学生常常搞不清楚 什么情况要干嘛 当然搞不清楚 因为你有时候用假方法 有时候用乙方法 那我再讲一次就要怎么教 还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用同扣来教 所谓同扣就是运算的方式一样 那我来讲一下怎么教 那 所谓同扣的话 就是要用具体物来操作 那这个题目是 西分三等多少 那老师们有没有用股市积木交的经验 上课会不会用股市积木 嗯 那股市积木七是什么颜色 西是黑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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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要把全部改西了 我只记得西是黑色其他都不记得 对 西是黑色的 每一种颜色都不一样嘛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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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是黑色的嘛 嗯 好 你就拿黑色的把它看成多少 一条 然后呢 把黑色的评分成七分 那就代表说白色的是多少 白色的是七分之一条 那这样出题目要怎么出 什么部题 题目是七分之二三 所以你要怎么问 你现在七分之二三 是不是有二三个 七分之一吧 所以有二三个白色积木 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有二三个白色积木 然后每七个白色积木 换一条黑的 可以换几条白色 几个 就是说二三个七分之一 每七分之七换一个一 这样OK吧 好 所以 题目是二十三个白色积木 好 那我把这里先擦掉 会不会问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就说 这有二三个七分之一 所以有二十三个白色积木 然后七个白色积木 换一个黑色积木 可以换成几条 还剩几个 所以学生可以用什么来算 七乘三等于二十一 二三减二十一等于二 所以可以换成几条 三条还剩两个 所以答案就是三又七分之二 所以答案就是三又七分之二 没有问题吧 那如果说你这个可以用成的 也可以用除的 所以答案就是三条黑的 还剩下两个白的 是三又七分之二 我比较害怕的是 请问这一个除法是等分除还是包含除 这一个除法是等分还是包含 那如果学生的头脑二十三次 其实比分成西分 一样怎么样 一样死掉 一样死掉 他还是包含除吧 所以每次减七个 可以减三次还剩两个 这个是用捧扣 就简单的 你们是用这方法教 不是 那第二种就是 第二种呢 就很难了 第二种就是说 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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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换单位 那这个很难 这个我先讲一个 如果你要交这个 我是建议这样交 你有十四张 一千元 三张 一千元 otto 现在 四 слов 你别aney 哈哈 t 是 这里 學生有沒有問題 14張一千塊每人分3張一千塊 最多可以分給幾個人 剩幾張一千塊也就是多少錢 所以學生會用什麼 14所以3等於4餘 所以是14張 每人分3張 可以分給4個人剩2張 這個還好嗎 還好吧 第二題要出這個 那這一題呢 本來可以用14除以 三千 那現在我就拜託小朋友 是不是可以都換成一千塊 所以一萬四看成14張 所以用14除以3等於4餘 這也是張 張 人張 然後說這個叫做一萬四跟三千同時換成 然後再來 這個要怎麼出 現在有7分之23 然後呢 每人分7分之7 可以分給多少個人 剩下多少 那你這個7分之23 一般學校課本的題目都沒有緊進吧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辦 就是說7分之23你要怎麼出 你自己想看 這要加什麼單位 那這個時候學生可以用什麼來賺 23除以7等於3於2 這個23是什麼 23個7分 每次拿7個7分1 可以拿3次剩2個7分1 那各位覺得這個對什麼來賺 簡單嗎 這個比較簡單是這個 這個啊 這個題目其實 國小幾年級才叫 什麼四年級 六年級 四年級 四年級 可不可以考 我考給周一看 23.6公尺長的繩子 每1.4公尺 減一段 最多可以減幾段 還剩幾公尺 我第一個方法 我用先減10段 然後呢 剩下9.6 我再減6段 所以我一共減了幾段 16段 16段 剩1.2 所以這題可以考中年級的 還是不行 這就是看 你有沒有敲 236公尺長的繩子 每14公尺 減一段 可以減幾段 還剩幾 就是說 這個題目你是用常說法做 還是用這個方法 第二種方法呢 我就是把 23.6 所以1.4 把它變成 236 所以14 然後這12變成1.2 其實 跟這個方法有沒有一樣 有沒有 我看成236個 0.1公尺吧 每次拿走14個 可以拿16次 剩12個 0.1 也就是1.2 所以我勸你們 最好不要用奶的方法教 這個真的很難 反正 各位放心 1到4年級 你教學生什麼 他都說他會動 你要看他真龍假鬥 就過兩個禮拜再考一次 他不會就是什麼 就是假的 我相信這個再過一陣子考 大概會有點長 他就是不懂 所以我是建議老師用這個方法來教 如果你一定要教課本的這個處法 當然在教處法之前 先教什麼 乘減 就是7分之7乘以3那個方法 那最好學生比較容易懂 這樣OK啦 那 中年級分數 還剩下一個等值分數 對不對 請問老師 中年級有沒有交約分扣分 四年級有沒有 應該是沒有 他只有交等值分數 那怎麼交二分之7乘以4分之10 第一個 你要曉得 我再講一次 你會很害怕老師 我再重問一次 老師們注意 二分之一跟八分之四是等值分數 還是相等的分數 這兩個分數相不相等 等值 等值 是等值 你當你講等值就代表什麼 不相等 那現在不相等你怎麼樣交這個等號 所以等值分數你一定要 是 換句話說 中年級交等值分數 絕對不可以交這種情境 一定要有 那樣的情境 比如說 你要問 二分之一條繩子 跟八分之四條繩子 誰比較 長 那因為二分之一條 跟八分之四條 一樣長才可以記等號 不可以說這兩個分數 一樣 因為一看就知道 不一樣 所以所有等值分數 老師們最好是回到 一定要在量的情境 那至於離散量比較好還是連續量 哪一個比較簡單 那個連續量比較簡單 是不是第三條 比如說 一和 蘋果 有十六個 然後你問 二分之一和 跟 八分之四和 有沒有一樣多 你問 那這個叫做措數 這可以複習一下吧 那第二種就是 二分之一條跟八分之四條繩子有沒有一樣長 或二分之一張色紙跟八分之四張色紙有沒有一樣大 那一般繩子跟色紙老師們應該是用折子吧 折子再打開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兩個哪個比較簡單 連續還是第三 其實先教連續是沒有確定的 因為連續比較容易看到個數一樣 那我是建議老師兩種都教 兩種都教 這樣OK了 那先問問題 中年級老師可以教一分五加法 可不可以解決一分五的問題 中年級會考簡單一分五加法 簡單一分五比較 二跟四嘛 其實中年級要教一分五加點是OK的 只要題目出對 我做一點給你看 你這樣就要看了 我可以消滅 你的問題 你這樣就要看了 你這樣就要看了 我可以看了 你這樣就要看了 請問這一題中年級想問我會說 這也順便說高年級如果 學生不會 改這種題目就會 會不會 這題其實知道 學生只要知道一合幾個 48個 然後平方四十八分 四十八分之一合就是幾個 一個 所以我只要求出這裡是8個 這裡是18個 一共26個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中年級 你們四年級老師可以出這個題目 考看看學生有沒有分數命名跟做數活動的能力 還好吧 會不會很難 不會嗎 用這種睫毛看起來就不會很難 乍看就會 不會啦 計時 所以我再舉一個例子 這次高年級或中年級老師也可以想一想這一種題目 我現在講這個觀念 其實如果你講高年級或中年級 你可以給他一點 這一題可不可以考中年級 一條 四分之一條 六分之一條跟方式一條繩子 接起來 十七條 我們平常在做六分之一條 方式一通分的時候 我們是用什麼當作單位 一條 是不是連續量 那我現在問老師 這條繩子 不管它長幾公分 答案都一不一樣 這條繩子如果長一百公分 兩百 三百 八百 都一不一樣 一樣 如果都一樣就代表什麼 你可以隨便 假設啊 對不對 所以你會把這個變成它 你就說這題目 好 那我就假設這一條繩子長多少 這一條繩子長多少 4公尺或者48公尺 那這就變得很簡單 其實高年級 用這個方法來做是最簡單的 就像工程問題 有沒有做過工程問題 我們甲五天完工以八天 那可以不可以這樣假設 我們看一下 工程問題 假12天完工以18天 然後假先做3天 然後兩人合作 有沒有這種題目 有 有吧 這個題目可不可以考中年級 可不可以 嗯 我就要加一個條件 有一條 72公尺的 網路工程 我加這個條件 中年級會不會做的 嗯 會 會了沒有 會了 那換句話說 中年級老師你只要多出72 然後出 譬如說出36 學生發現 馬路長幾公尺答案都 一樣 一樣 所以以後我可以隨便假設幾公尺 那高年級老師做的是假設幾公尺 那高年級老師 那高年級老師 我們是72除以12等於6 有 我可以看一看這兩個方法有沒有一模一樣 有沒有 哪一個比較高級 這叫做金頭 這個叫做投科 這兩個方法 因為你可以假設1就代表什麼 假設任何公尺都 OK 這個能力是需要的 但是你可以假設任何公尺 因為很多老師都說 某些題目只能考中年級 某些題目只能考高年級 假設這個條件 中年級看懂題目就會了嘛 所以1分母加一點 可不可以考中年級 可以 也可以考中年級 這個也可以檢查中年級很多人力嘛 這樣OK了 那剩下還有一點時間 今天老師們看一看 在平安交解我們什麼比較困難